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市长各位来宾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继续参加我们下午的论坛 那么我们本次论坛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人很多观众啊给我们的来信 下面呢我手中呢就有一封观众的来信 那么我们下面传统文化的老师啊也把这封信和我们传统文化的含义结合在一起 下面呢我在这里为大家来读一下分享一下 这封信呢是样板戏智取微虎山的片段 片段呢是这样写的 早也盼晚也盼盼穿窗望双眼 怎知道今日里打土匪进深山 这个打土匪啊就比喻说要打掉我们身上的恶习气烦恼习气 那么这个进深山呢就是说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走进到我们内心深处去 接下来的唱词是这样的 就穷人脱苦难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 这个就穷人啊就比喻说现在的人虽然非常有钱 但是我们在精神上却是非常贫穷的 自己的队伍就比喻说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的老师们 亲人啊我不该青红不分造白不变 我不该将亲人当仇敌 羞愧难言 这个呢就是说过去有一些人看不起这些学习传统文化的老师们 把他们当做了仇敌 在这里呢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 那么这首片段呢 这首唱词呢是李永奇的唱段 我们有一位传统文化的老师啊 也想在我们福州的讲台上为大家来演唱 为大家来分享 这位老师呢就是昨天为我们做分享汇报的康金丽老师 也让我们掌声有请 这边请康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我把下面的唱词继续为大家来读诵一下 接下来的唱词是 三十年坐牛马今日不变 这个坐牛马呀就比喻说过去这些打打杀杀 在黑道上过着畜生不如的生活 扶着这条条伤痕处处伤疤 那么我们在昨天呢 听康老师的汇报 我们也听到啊 他身上有四十多处伤疤 缝了三百多针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想代表我们福州的父老乡亲 恳请啊康老师 能否把您身上的伤疤 为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可以吗 那么我们看到啊 这只是冰山一角啊 身上有四十多处伤疤 三百多针 我们也可想啊 康老师 这非常曲折和坎坷的一生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继续来为大家分享一下下面的唱词 我强压怒火 挣扎在无底的深渊 这个无底的深渊呢 就是比喻危害社会 危害政府 危害家庭 这种在非社会 混日子的这种黑暗 那么接下来的唱词是 乡亲们悲愤难诉 仇和怨 比如说 他们犯罪了 但是他的亲人和家人 是又怨恨 是又烦恼 乡亲们 切齿怒向 微虎山 这个微虎山呢 就是说 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不仁 不孝不义 只说是苦海里 无暗无边 谁料想 铁树开花 枯枝发芽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铁树是五六十年一开花 那么康老师啊 今年正好是五十岁了 由一个恶人 变成了一个现在的大善人 我们说呀 康老师在今年五十岁的时候 也开花了 接下来的唱词啊 是这样的 就在今天 从此我更定共产党 把虎狼斩 这个虎狼啊 就是说 在没有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那些恶人 这个斩呢 是要把他们恶缘斩断 让他们也变成一个好人 不管是水里走 火里砖 粉身碎骨 也心肝 周有那千难与万险 扫平纳 微虎山 就是说呀 我们要彻底的消灭 不仁 不孝 不义 最后呢 是我 一马当先 那么我们说呀 康老师 可谓是千里马了 我们就想一想 像康老师这样的人 都能变成一个好人 那么我们说 这天下还有恶人吗 没有恶人 我们说呀 人是教的好的 再恶的人也是教的好的 所以康老师啊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这段唱词 他在监狱里面整整的唱了二十年 也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会把这段唱词 唱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讲台上 他也万万没有想到 他会由一个恶人杀人犯 变成了现在的一名传统文化的老师 一名优秀的义工 所以说呀 康老师下面要把这段唱词 唱给我们福州的父老乡亲 也是代表我们的心声 那么下面呢 也让我们掌声有请 为了表达对古生先贤的感激之情 一段警惧自取微虎山 李永奇的一段唱 献给大家 唱 叶盘 晚叶盘 盘窗望双眼 真知道今日里 大土匪进深山 九穷人多苦难 自己的队伍来到民情 自己的队伍来到民情 情愿了 我不该爱 情鲲不分 少拜普遍 我不該將情願當初的修徽滿天 三十年 從你不得天 徒賢 輔助我這條條傷痕 處處上包牆 要如何掙扎在無敵 深遠 鄉親們 悲憤難疏愁 何遠 鄉親們 皆是怒槍 回護山 只說是苦水月 無邊 無暗 誰了想 天樹開花 苦子發芽 就在愛今天 從此我跟兵共產黨 馬虎狼斬 不管是垂裡肉或離磚 粉身碎骨也心肝 總有那千 難一萬千 少憑那為護山 為馬 我 東京 謝謝 非常感謝康經歷老師的精彩演唱